我介紹就是YouTube的部分 應該各位現在多少少都有在看YouTube 你有沒有整理過 你有沒有想過 看那些影片 是只是無聊而已 還是說只是打發時間 難道影片不能為你帶來一些知識嗎 就是有用你才會點進去看 對啊 看過咧 他可以歸類了 對 就是要歸類 你看像我有經營的有兩個 原則上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學校的算一個 我平常上課都會錄影 除了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雲端硬碟 我還會上傳到YouTube 所以我在這邊 這樣你會不會覺得我好無聊 反正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也是來自別人 當然也有 我也有貢獻一些 也有貢獻 可是來自別人真的比較多 所以其實還好 那你看 這個是我 因為現在這個 我賬號是學校的 所以我頻道的首頁 我就比較沒有做那麼多規劃 可是呢你看喔 可是呢也有78個同學訂閱 還算好 還算好 不算太多 同學不會特別 通常不會特別訂閱 為什麼 反正我的1號上面 或者數位學平台 都有那個 我都幫他清單整理好了 你看至少 我們從觀看次數來看的話 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 大概不到3萬次 另外那邊比較多 那這個呢 我就只是單純的放這樣 讓你知道看到頭 知道是誰這樣子而已 但是重點在說 我所有的都一樣 就是我會用所謂的清單 播放清單 我知道有些人在經營的時候 或者說你平常在看的時候 你大概都很少用清單 所謂的清單就是說 你今天看到哪幾個喜歡的 我們可以把它整理起來 像我平常上課 我會像這樣子 就是哪一天第幾堂上的 有沒有 這裡 那個上面會有日期 上面會有日期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 就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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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呢 你來看我另外這一邊 我這邊的YouTube 我演習的就會放在這裡 就跟學校的把它分開 蛤 對對對 等一下我要介紹一下 那有沒有一定是自己的影片 才能放清單 沒有喔 並沒有喔 別人的影片你可以收集起來 變成你自己的清單 所以我說 它這個概念 就跟我們剛剛 iPhone Reader也好 RSS 閱讀器 或者像Google Keep 還有Gmail那個標籤概念是一樣的 我今天這段影片我很喜歡 那我想要把它變成我以後 相關的類似的內容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歸類啊 那你可以歸類到一個 或兩個 三個四個都可以 好你看一下我 你看我左手邊 有沒有一堆 有沒有 一堆 一堆 延期的我會像這樣子 所以這些是公開的 欸你知道你的清單 是公開還是不公開 對啊 所以我在這邊喔 我就會看那個訂閱的人 你知道嗎 我很無聊喔 我會去看一下 誰 因為有誰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收到通知 那會訂閱我的頻道 表示說可能對我的影片 有喜歡嘛 所以我會去看一下 這是哪一號人物這樣子 那我常常就會發現 他們其實可能都不知道 你看這邊我的訂閱人數 比較多一點 這就21萬嘛 比較多 比較多 因為這個 另外那邊比較沒宣傳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不知道 但是這邊的話 知道的比較多 好那 你看訂閱 我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很多人 這是最近有人訂閱的 你點進去之後 你還可以看到他有 做了哪些內容 有沒有 訂閱了哪些 然後呢 他喜歡什麼影片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 你各自有被 侵犯的感覺 謝文宏 對不起 所以老師你說那個地方 就是要寫不公開喔 對 你可以不把這些資訊公開的 在哪裡 在哪裡喔 等一下我告訴你 你看他看了 他訂閱了我的 有沒有我也知道他訂閱誰的 我有時候會這樣看 是因為 有時候因為他訂閱我的 表示說他很對這一方面的 這個領域他喜歡嘛 也許他有訂閱過別的領域 我沒看過的 就是類似相同領域 但是我沒看過的 我會從這邊再去找一些東西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喔 好再跟他講一次 謝文宏 對不起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我看到一個 你喜歡的 比如說 這個 我看到我覺得還不錯的 我點進來 你就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增加 有沒有 新增 你不覺得我的清單都出來了嗎 我有整理啊 我還是在整理啊 我還是在整理啊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是在看資料的時候就在整理 跟可能跟平常大家有一點不一樣 你平常是我特別找一個時間 好像要準備考資料 我就是在圖書館 我開始找資料了喔 但是你不覺得這樣 好像有些時候我們比較忙 沒有那個完整時間的時候 這樣不是很累嗎 你看的時候就順便整理 有沒有比較快 所以我就看 欸真的不錯喔 那我就怎樣 開始看他是屬於哪一類的 勾一勾 如果沒有就清真 有沒有 那下次呢 我要找的時候 我就點那個播放清單 全部都是啊 那剛剛講的 到底怎麼樣知道 有沒有公開 在這裡 訂閱的時候就可以設了 不是訂閱啊 就是清真的時候就可以設了 請問這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公開沒有問題啦 不公開跟私聯差在哪裡 不公開代表就是 我去看你的時候不會看到 但是你可以分享 比如說 欸這次我們出去玩的 有沒有 上傳到YouTube比較方便啊 那我就把這個連結 播放清單連結傳給你 但是呢 知道連結的才可以看 有點半公開 可是收訊已經找不到 這樣了解一下概念 如果是私人是完全看不到 連看都看不到 這樣了解了齁 可是老師 當然當然 就是你自己專屬的而已 自己專屬的而已 老師比如說我項目 已經設定那個項目item了嘛 對不對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公開 我要怎麼從哪個地方 喔喔喔喔 你可以到你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頻道的管理 我的那個叫做頻道管理 我的頻道 裡面有一個叫做影片管理員 他好小一個 他就不希望你管 可是我常常要管這裡啊 這裡 有沒有 怎麼管 點進去 他可以管理兩個 一個是你自己上傳的影片 一個是你的播放清單 在這裡 所以平常如果是我自己上課上傳的 我會在這邊勾一勾 比如說帶我回去之後 我就把 今天上傳的 今天我講的內容 我就直接建立一個新的播放清單 然後好了之後 我就到播放清單這邊 把那個影片的順序調整好 然後就可以共享出去了 你看我在這裡 沒有 還是要調一下 他沒有自動幫你排序 他會根據你加入的順序 所以你看我右手邊 有沒有看得出來哪些是公開 還不公開 上鎖的就是不公開 對啦 上鎖的就是私人的 這樣有了解的齁 半公開喔 我好像比較沒有半公開 那這樣如果要改變他的話 要點那個符號 對你就要點進去 比如說我這個對不對 你就按編輯 右手邊有個編輯 你點進去 那你就自己再去選擇 你要公開是不公開 這裡 點一下 他就可以從這邊 也沒有公開或不公開 還去我預設都是手動 他自動的 有沒有按照新增日期 這不見得適合我的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YouTuber可不可以找到 變成你的知識庫 也可以 所以雖然大家都可以找 可是呢 因為你曾經看過的 你整理過的 以後要找是簡單很多 比如說我上課要上這個AE 或Photoshop 我點進去 一堆教學啊 看不完啊 可是呢 我有可能 今天這一次可能要上這個 老實講 我平常是不會在這裡再來找 上課再來找就累了啦 但是我平常如果真的看到 我覺得可以適合做教材的 我就會整理到另外一個 教材的地方去了 但是這裡卻是我很好的一個 什麼 收集教材的來源 這樣大概您 對於今天我們講的雲端知識庫 應該比較有概念了吧 有 雲端之後 你就是要怎麼去用它嘛 你知道怎麼用它之後 你的東西就會更靈活 這樣OK 謝謝